來看看宜蘭清水地熱 過去曾經是發電廠 現在部分還原發電歷史 其他用來推廠 鬼光還有地熱博物館 運燭帶我們到當地 改建後的清水地熱 穿浴衣 體驗主食 還有泡腳的樂趣 宜蘭清水地熱 竟然有一秒之三 基本的感覺 換裝完畢 我們來歡迎副作 大家好 副作 清水地熱 這邊怎麼變得這麼棒啊 你看還有我身上 這個浴衣可以挑選 這邊有好多浴衣可以挑選 沒錯啊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元 可以泡湯 泡腳 煮蛋 還有地熱博物館 我們就要先去煮食囉 我小的時候來的時候 只能煮小島的幾樣食材 可是這邊呢 居然現在有那麼多東西可以入 而且我還看到有什麼牛三寶啊 蝦子 雞湯跟三沛耶 再來是雞蛋 玉米 小白水 都是在地巧農的 所以我們這邊上都是盡量 所以都是非常新鮮的 對 那民眾可以自己帶東西來煮嗎 可以 那如果民眾覺得麻煩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選購 同時我們也提供免費的煮農服務 好 我們就要來選食材囉 蛋啊 腳白筍 玉米 都是比較快熟的東西 那我們就要蛋跟腳白筍跟玉米 好 謝謝 謝謝 是不是超級可愛的 我們現在就要來用地熱的水溫 來煮食材囉 哇 它就糊糊的還冒煙冒泡耶 我們這個地熱的溫度大概是幾度啊 這個煮蛋大概是90度左右 我的蛋 它是有地熱的那邊的水 我們直接把它接管過來 然後讓它能夠循環 所以大概是90度 而且你看它已經破掉了 哇 哇 會破掉 煮那個蛋的話 會有一個小小的吊訣啦 也就是說你泡的時候 應該是用冷水讓它泡過之後 再來放熱水下去 否則你直接下去 很容易就破掉了 它是在山谷之間 所以它風很大 所以這樣吹著這個熱風 覺得很溫暖 很舒服 我們民眾如果自己 帶生鮮食材來的話 有沒有一些什麼注意事項 如果生鮮食材 我們要求要有很多辦法泡起來 這樣的話才能確保食物的安全 因為畢竟這個 避熱水很有豐富的方式 我們不希望直接接觸這個水池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們是帶以前傳統的 魚網塑膠劑的話 我們都不建議 因為太高溫會有塑化劑 所以為了大家食安的著想 對 那我們蛋也快好囉 這些都是我們剛剛用避熱煮出來的食物 首先是我剛顧的蛋 它會是裡面是溏心蛋的樣子 不會太熟 不會連撥個蛋都這麼寒滿吧 撥完了嗎 撥完了 不會卡住喉嚨 因為裡面有一種水水嫩嫩粉粉的感覺 然後只要煮8分鐘就可以煮出醣心蛋 現在天氣有點微涼 沒想到在這裡可以喝到雞湯 如果香菇雞湯可能的話 就要煮久一點 30到40分鐘 整個身體都暖起來了 暖心又暖胃 都用地熱水煮得熟嗎 是真的嗎 可以 還是我們廚房有先用過火 沒有 因為我們不能亂跟觀眾朋友們講 是沒有它就都帶生食來 然後煮沒熟 所以真的認證 連這個牛筋也要韌的 超級好吃對不對 對啊 而且我看網路上說 在這邊吃東西都比較甜 比較好吃是真的嗎 真的 地熱它含有豐富的豐富 所以在經過這個主食之後 它讓你的味蕾有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一般遊客都會說 你來這邊真的要體驗一下 我們這邊的玉米跟腳踝水 我們這邊的玉米跟腳踝水 確實是不是比較甜 好甜 好好吃 現在要來給溫泉魚咬腳 那感覺很奇怪耶 腳超級 很癢耶 因為那魚就啵啵啵啵啵 會一直吃你的腳 對人的腳這麼有興趣 所以我是溫泉魚 拿溫泉去咬你的多餘的腳質 是腳質 對 在民國七十二年的時候 就有這邊有地熱發電電廠 八十二年的時候 整個地熱枯竭 在民國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委託了廠商做地熱的發電 所以這邊其實是地熱發電下來的尾水 以前是發電的 然後有一陣子沒有 現在又有部分是拿來發電 對不對 對 然後又發電又發展觀光 所以聽起來呢 我們宜蘭清水地熱這個地方 正是滿腹它的文化歷史 而且超級好玩的 歡迎大家來玩